眼看一事即将来袭 昨今火速安排暗部引导民众避难 伯仁闹着要参战 遭到名人言辞驳斥 有逃失的歇载 伯仁不知何事又会失控 到时候万一战场上被刺友军咋办 一句话呛得伯仁没脾气了 如今首要任务是隐藏川木 为了屏蔽一事的白眼 众人来到了暗部根的地下设施 昨今解释说 当年团葬为了防备日向一族 在地下建造了能屏蔽白眼的避难所 名人亲手将他封印了多年 如今不得已将其解开 陆带集结起了村中的精英 迎战大同牧一事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的志谋也无用武之地 只能号召大家英勇战斗 希望团结的力量能够创造奇迹 百忙之中 左助还要安慰伯老爷 他说自己有为村子去死的觉悟 伯仁喊着要参战 他有这份觉悟吗 与此同时 一事钻出传送门 在木叶村上空闲庭信步 白眼环过一圈 却找不到船目 木叶丸带着老一辈木叶小强杀上前来 大家一拥而上 被一事两三招全部放倒 大家躺平就挂机吃盒饭去了 木叶丸却强撑着站起来加戏 一事放出石柱要送他一程 危机时刻 名人搓着大丸子杀出 打碎了石柱 精英告知名人 名众已经全部转移 他现在可以放开手脚 打干一场了 名人开启九喇嘛模式 和一事杀得难解难分 一事忽然抱起一脚 将名人逼入局境 秦军以法之际牵手力发动 一事和左柱互换了位置 左柱接连射出手里剑 都被缩小转移 他反手将草剃剑扔出 一事又要发弓 眼前忽然白烟爆起 变身术伪装的伯仁前来参战 不久前 面对左柱的质问 伯仁要来了划过一刀的护额 作为他觉悟的证明 伯仁知道 一旦他被逃逝夺舍 左柱师傅会不惜杀了他来保护木叶 伯仁的气忽然变化 出一道漩涡传送门 将他和一事关进了一空间里 左柱和名人追了上去 又形成了经典三打一局面 一事率先发难 冲上去抓住了伯仁 左柱用牵手力交还位置 牵鸟直刺一事的门面 矮视的轮回眼 一事大怒 一脚将左柱踹飞 他打算尽快干掉这几个家伙 木叶群龙无首自然瓦解 另一边 川木从噩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已经和阿玛多等人 藏进了地下避难所 听录完解释了目前的情况后 川木想用蝎开门去追明人 仔细一瞧 却发现自己的蝎已经消失 川木的诅咒解除了 同时也失去了力量 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祈祷明人一行 得胜归来 一空间里 明人正在发威 影分身大军围着一事猛攻猛打 查卡拉手臂抓住一事 左柱释放牵鸟展开背刺 眼看即将得手 一事却用大黑天放出许多方块 左柱用牵手力躲过一截 明人的影分身却被压爆 不容两人喘息 一事顺身将左柱再次踢飞 明人躲开方块的碾压 再度扑杀上去 螺旋丸会被缩小 他只好用查卡拉拳攻击 若凭体数 苦练数千年的一事完全不虚 他辗转腾挪间 放出黑棒盯了明人一身 打散了九喇嘛模式 方块再次落下 将明人狠狠压住 一事回头一瞧 波人正在搬石头救左柱 他抬手射出黑棒 左柱情急之下 用牵手力帮波人挡了枪 一事冷笑一声 又想用方块压碎左柱 波人搓着螺旋丸硬顶方块 使出浑身解数 能拖一秒试一秒 就在波人即将被压死时 一事忽然收了手 波人得意的一笑 他果然没有猜错 一事不敢杀他 波罗说过 拥有歇的他是神术计划的关键 波人掏出苦雾 想由自杀威胁一事 苦雾却突然缩小 他转眼便落入了一事的魔爪中 避难所里 阿玛多告诉大家 名人和左柱虽然曾摆在一事手上 但这一回 他们有一张隐藏的王牌 博人 种植神术有一个特定的条件 施维需要吃下活生生的大桶木 大桶木每次都是组队出现 就是为了其中一人 方便以身似神术 另一方守护神术 等待他结出果实 被当作祭品的大桶木 可以准备容器 利用歇附活 阿玛多猜测 原本是地位低的灰叶当祭品 他的反叛打乱了计划 一事本打算拿自己去喂施维 现在情况不同了 他有博人这个现成的肥料 另一边 一事虽然不敢杀了博人 但打断他的手脚 却毫不带犹豫 阿玛多为了对付一事 可谓机关算尽 他现在也只能尽人士听天命 名人一行若是失败 他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此时名人几乎被方块压成了肉饼 若不是靠着九喇嘛的插克拉 他已经一命呜呼 名人 你真的存了死质吗 九喇嘛问他 名人笑着点头 九喇嘛见状稍有犹豫 他告诉了名人一个绝招 此招一旦使出 有神鬼不测之威 但他和八门一样 用了必死无疑 名人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他说 从我立志成为火影的那天起 就早有心理准备 一道星红之光冲天而起 落地时形成红色狂潮 开启了重粒子模式的名人 站在儿子和挚友身前 成为一面无法撼动的坚盾 刚一交手 一事就尝到了厉害 九喇嘛告诫名人 重粒子模式以燃烧生命为代价 他的时间不多了 要速战速决 一事被打得极红了眼 砸下成群的方块 这被名人用尾巴接住 扔还给了他 一事怒冲上来 又被名人一拳打飞 他射出的高速黑棒 竟也被徒手抓住 来吧大同目 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觉悟 一向自负体数强悍的一事连番吃鳖 打得怒火中烧 他漂浮上高空 射下无数黑棒 都被名人轻易躲开 两人一路打上了瀑布 瞬息之间 已然交手百余河 一事用大黑天 放出三位真火 名人迎着火海 打出落旋丸 一事被炸飞出去 眼睁睁看着名人步步逼近 冷汗直往外冒 名人走到半路上 忽然力竭倒下 重粒子模式也慢慢消失 一事见状得意起来 他还有两天可活 名人这打法片刻就得死 然而下一秒 一事笑不出来了 他发现自己的寿命 大幅度缩减 名人的攻击 每一次命中 都会消减一事的寿命 名人的折兽拳法 快入余点 就算大头目万首无将也招架不住 一事被打得嗷嗷残叫 圣怒之下 反手掐住名人 他忽然有所感应 通过名人和一手的查克拉连接 将川木强行传送到了自己身边 阿玛多肠子都快毁清了 没想到百密一输 这下全完了 名人 伯仁和左柱都丧失了战斗力 川木自然更不是一事的对手 一事只要在最后的五分钟寿命中 将蝎重新打入川木的身体 他就能再度复活 现在到了川木快跑时间 一事哪能让他得逞 他一把掐起川木 左柱却又用亲手力坏了他的事 还扔出一枚特制烟雾弹 其中添加了能阻碍透视能力的粉尘 让白眼无用武之地 一事飞上高空 朝下方倾泻暴雨般的黑棒 吓得川木抱头鼠窜 一旦被黑棒插中 一事立即就会感应到 一事见川木死活不出来 便将名人摁在地上一顿摩擦 大声威胁川木20秒内现身 否则他就宰了名人 一事开始数数 就像他曾经对付年幼的川木那样 川木想起了一事 开始询问他想要什么礼物 他说自己喜欢鲸鱼 他得到了鲸鱼 可是从此以后 每当他逃避训练或者试图逃跑 一事就会拿鲸鱼威胁他 这一刻 川木想起了被一事支配的恐惧 那一声又一声的呼唤 好似他的紧箍咒 他喜欢的鲸鱼死了 他敬爱的活影也会死 他在意的一切通通会被毁灭 只因为他没有按时的出现在一事的面前 只因为他真的很害怕 他害怕到极点时 恍惚感受到了名人的细胞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 可以为孩子遮风挡雨 孩子长大后 不应该成为父亲的保护伞吗 当一事数到一时 川木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事冲破川木的火盾 一把将他抱住 一事问他所为何意 川木说 我拜了名人为师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 一事冷笑一声 将歇重新植入了川木的身体 他的大腺僵致 身体开始崩坏消失 但他已经放宽了心 等我睡个安稳觉 再来收拾你们 一事正得意 忽然发现川木身上的蟹消失了 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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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